桑迪峰灾重创美国东岸 这次好多的灾区断水停电缺油 重重的困难阻碍志工救灾 但是一念同理心 慈介志工走在最前 其中慈亲也没有缺席 不仅是在短短几天之内帮忙志工 将发放的名单全面电子化 还有父子党为了救灾 放弃了感恩节团圆的机会 慈亲跟爸爸虽然分出美东美西 但是心相连 同样为了灾民效力 他们说一切很值得 用心的抄下笔记 把握每一个慈亲伙伴的分享 因为一年只有这么一次 彼此才能相聚在一起 而今年美国东岸遭遇风灾 第一线的救灾行列 也少不了慈亲的身影 纽约怎么可能 纽约是一个非常繁荣 哇 Times Square 在Garrison Beach那个地方 真的 你会觉得 那个地方感觉是被 上帝所遗弃的地方 家住长岛地区的慈亲苏葬 在西岸念书的他 一开始也以为富裕的东岸居民 很快就能从风灾中走出来 但有一天他收看大爱台 才发现原来爸爸 已经在第一线来回奔走了好几天 打电话回家想利用感恩节假期 飞回长岛 但爸爸要他把机票钱捐出来 人留在美国总会帮忙接电话 但这让他觉得自己始终 没真正的帮上忙 但一通通求援电话 灾民的声音让他对付出 有了新的看法 爸爸在前线发放 他就在西岸的美国总会 用电话抚慰灾民 尽管这让他们分隔两地 无法团圆 但此时此刻 父子俩的心靠得很近 共同为爱为苦难人来付出 大爱新闻 林玉清 刘洪志 花联报导